何時是小朋友學習社交能力的黃金階段呢? 其實是兩歲到八歲 本身腦部的神經事業是發展得最快的 觀察力和學習能力是最好的時期 所以這段時間非常適合他們發展社交技巧 以及類似良好的社交經驗 現在小朋友少了上學的時間 那應該怎樣訓練社交技巧呢? 情負的關係少了在學校學習 其實在學校的環境小朋友可以很多觀察 因為在社交發展其中一個階段 他們就會觀察其他小朋友的行為 然後判斷自己應該怎樣做 唯有由父母或兄弟姊妹分擔這些角色 巴掌可以利用自己家裡現有的玩具 加一些創意其實都可以幫助小朋友社交發展 最重要的一些社交技巧第一就是情緒控制 第二就是溝通和表達 兩Sir不如快點示範吧 第一個遊戲是一個彈彈波的遊戲 很著重的技巧就是互相配合 可以他們知道原來想做一件事 其實不只是做自己的 原來對方可以配合自己 表現又會好些 再加上一些適當的溝通技巧和表達 那樣東西就做得更加好 為什麼是一個彈彈波的形式呢? 遇到有社交焦慮的小朋友或大人 其實他們的預測性比較弱些 他們很多時候只是可以很單一的想到 譬如我去一些社交場合一定會被人笑 一定是不好的 但是其實有很多可能性 他們其實要預測波彈到哪個位置 然後身體去作出配合 就是根據一些他們視覺的刺激 去做一個適當的預判 這個是幫到他們可以做到一個好的預測 那我們第二個遊戲就是一個不動手拼圖 這個遊戲有什麼規則? 自己的手不可以碰 對方去提你的時候 你也可以接納別人的意見 在玩的時候 怎樣令到對方容易明白自己的意思呢? 他們就知道原來要講清楚一點 在這個過程他們也可以學到一些溝通技巧 從合作裏面可以得到一個成功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 當自己遇到困難的時候 就不會找人幫忙 原來有些事情當我們有限制 有東西黏密我們的時候 其實找人幫忙就很容易解決了 什麼骨牌都可以用來訓練社交的? 骨牌其實雖然有很多玩法 我們這次選擇的玩法 就是需要去觀察對方做出來的圖案 然後去記上去 想訓練他們有一個情緒控制 因為短期記憶原來對我們的衝動 和我們的情緒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所以透過這個遊戲 他們就學會去怎樣觀察對方 訓練到你的記憶力 玩完遊戲 不如看看小朋友的感受 其實不用手 叫做什麼? 我們這叫做一種限制 當我們受到一些限制的時候 有什麼辦法突破這個困難? 叫多一個人幫忙 沒錯 找人幫忙就可以了 所以不需要害怕 那彈波波呢? 找到什麼? 要遮住人家 對 自己遮住自己 還是互相也要遮住? 互相也要遮住 互相也要遮住 怎樣可以大家容易遮住 即是跟他們說應該要彈哪個位置 沒錯 原來我們很多時候跟朋友有問題 就是大家經常都沒有說清楚 原來說清楚就沒有問題 覺得骨牌很難 要記住很難 那有什麼辦法會玩得好一點? 為什麼你記到這麼厲害? 因為我經常都是坐著 留心記住 專心觀察清楚